下雨了 我们快回家 我这是下雨嘛 你们跑什么 我就不跑 发现不听话的人 迟话 雨停了 不可黑暗魔王变成石像了 我们快找 只要找到那个东西 就能结束这个黑夜了 我是01 我是02 我是03 我是04 我们快找 我是01 我是01 没有发现目标 over 我是02 我是02 没有发现目标 over 我是03 我是03 没有发现目标 over 04 04 有没有发现目标 熊妹呢 熊妹不见了 不会 变成石像了吧 我 零 我 七 七 一 八 木 熊妹 下雨了 我们快回家 呦 黑暗魔王 你怎么变成石像了 赶紧走啊 啊 石化两人 能力升级 雨停了 哦 那个喇叭怎么又变大了 好可怕 暗杀也比变成石头人了 先别管这个了 我们先去找熊妹吧 大家还记得 熊妹当时说了什么吗 不记得 让我想想 熊妹说的到底是什么啊 根本听不清楚啊 刚开始 熊妹说的应该是 我是零四 我是零四 后面两句 都是上一个字 接不到下一个字 根本听不懂啊 不对 熊妹说的第一句话 线 鞭 下一句是 发 木 两句话合起来就是 发现目标 我们快走 熊妹果然也变成石像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熊妹说发现目标 为什么我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在熊妹手里 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光明宝石 太好了 只要把光明宝石送到光明殿 我们就能离开这个可怕的黑夜了 下雨了 不搞不齐大喇叭 魔法雨伞 不 还好我准备了魔法雨伞 下雨了 增强 我的伞 快带着光明宝石去光明殿 小精灵 你不走吗 我沾上了雨水 马上就要变成石像了 不要啊 精灵之力 传送 小精灵 小精灵 狐放 碰 黑夜变成白天了 又不下奇怪的雨了 谢谢你小雪 大家都得救了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